一周星座运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Amanda 很高兴又在星期五的这个晚上 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我们说这个5月16号到22号这一周呢 这个正在金牛座逆行的水星 它即将要恢复顺行了 用我们占星学上的术语来说呢 水星进入一个停滞期 但是呢 水星又跟很多其他的行星 形成了一个互动 所以我们在各种讯息的传递上面 这些讯息到底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都要多加留意 还有这种交通方面的安全 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 能够多加注意 整体社会上的气氛呢 依旧是一种好像在欢乐的表象当中 隐约的带有一种不安或是恐惧 好像大家都在等着 这个谁要去戳破那一层面纱 那另外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各种天灾 意外 尤其是开车 千万不要贪快 这些事件真的需要多多的留意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星座在未来一周的运势 牡羊座的朋友们呢 未来一周还不错哦 是一个可以放松一下 去享受悠闲时光 好 这个心情也比较闲尽的一周 那牡羊座的朋友们 其实过去这几周 甚至未来一周 这个恋爱运都不错 好 除了跟伴侣的互动蛮愉快之外 好 如果还在寻找对象的牡羊座的话呢 这个可以留意一下你身边的人 好 或者是女性的长辈 如果有要帮你介绍的话呢 好 都有机会去认识到还不错的对象 那么已经有伴侣的牡羊座 这个跟伴侣的关系 有可能是这个越草越甜蜜 那么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呢 如果有要这个出远门的计划的话 我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事前做好规划跟准备 好 请再三的确认这个什么 机票车票是不是都没有问题 好 如果自己开车的话 出发前的这个行车检查 千万不可以忽略 好 那么跟别人的相处上呢 沟通这个议题也非常的重要 就算是已经很熟的朋友 好 甚至你的亲密伴侣 你的家人 千万不要因为太熟悉了 而没有把事情讲清楚 这样子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跟冲突 对于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未来一周 会因为一些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 让我们想要去抓住一些人事物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掌控性呢 好 来好像让我的内心觉得比较踏实一点 另外在未来一周也会非常想要花钱 好 可以花在各个方面哦 可能去吃大餐 看电影 买衣服 进修 好 就是有一种好像这个钱放在口袋里面 会觉得烫手的感觉 好 所以未来一周我们可以多多跟双子座的朋友们 联系一下 那么巨蟹座的朋友们在未来一周呢 好 我们会有一种好像要用艺人的力量 来对抗全世界的感觉 好像大家都要跟我作对 好 不管是这个男朋友 女朋友 工作上的同事 好 甚至这个买东西的店员 好 都要跟我持相反的意见 还好在这个艰困的一周 我们的家人是支持着我们的那一股力量 好 所以这时候呢 会建议巨蟹座的朋友们 好 未来一周可以多多的跟家人好好相处 狮子座的朋友们在未来一周呢 这个家里 家庭里面的纷争就相对的会比较多了 好 对于家庭的这个 嗯 开销 可能也比较大 好 其实或者是跟家人之间呢 开始争论 到底谁花 花费的这个钱比较多 好 谁照顾家中的长辈比较多 都是谁来接送小孩的 好 这一类关于公平与否的议题 会是一个争执的导火线 好 其实我们知道 狮子座的朋友们 对于家人的照顾 是绝对不会少的 好 其实 只是我们所展现的 这个照顾的层面 是不是家人所想要的 好 这一点可以再好好的沟通一下 那么 那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呢 这个跟伴侣之间的 这个亲密度 会是一个我们关注的焦点 好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都希望我们跟我们的伴侣呢 能够在身心灵 各个层面都很契合 这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达到 这样子一个高标准的话呢 对于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 很可能会觉得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金钱 才会有安全感 好 另外呢 要留意处女座的朋友们 讲话会不会过于犀利 好 有时候太一针见血了 反而会得罪人 那么天秤座的朋友们呢 请留意在工作上面 因为这个迷糊 而造成的疏失 好 很可能因为一个不小心 一个初心大意 造成你日后 需要花很多的心力 去弥补 那个当初一个小小的疏漏 好 另外呢 跟伴侣的相处呢 其实感情还不错 好 可以借着这个天气 比较好 或是两个人都有空的时候呢 出去走一走 是可以增进 两个人的情谊的 那么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 需要处理的事情 其实很多 好 会让天蝎座的朋友们 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 这个绷紧的 这个 这个 玄一样 好 好像随时都准备好 需要这个叙事待发的 做些什么事情 好 这样的情况 一方面可以激起 天蝎座的朋友们 这种斗志跟活力 好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可能让天蝎座的朋友们 觉得 我很想到一个 没有人 这个可以找到我的地方 躲起来 好好的喘口气 休息 还好 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 跟同事之间的相处 还蛮融洽的 所以如果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真的忙不过来的情况 的话呢 建议天蝎座的朋友们 可以争取这个 同事的协助 身手座的朋友们 未来一周是一个可以发挥你自己的创意的时刻 好 如果你有发挥你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创意的话呢 有机会获得别人的这个赞赏 也更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 好 那么如果有对象的射手座呢 好 在未来一周 这个可以跟伴侣享受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 那么如果是单身的射手座朋友们呢 在未来一周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吃一顿很好吃的大餐 好 或是自己去做一个SPA 让自己这种疲累的身体去好好的放松 好 但是要提醒射手座的朋友 这一切呢 我们都要量力而为 好 千万不要 这个假设我们这个月的这个 休闲娱乐的这个预算只有五千块 好 可是我说 嗯 我要好好的犒赏自己 就不知节制的花了两万块 好 这样子呢 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日子 你就会尝到苦果了 好 所以千万要理性 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呢 好 我们会觉得这个全世界最最舒服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家里了 好 很可能会这种 很想要懒懒的待在家里 然后最好都不要出门 好 其实刚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呢 好 这个 把家里面这个调整一下 这个居家布置都改变成 自己可以觉得更舒服 更放松的 这样子的一个模样 好 这样每天呢 居住起来也会感到比较开心 那么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呢 对于 长远的目标 会更有一种很美好的想法 好 其实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这样的想法是太过梦幻了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需要有一个目标 我们才会有一些奋斗的这个方向跟动力 当然当我们的这种梦想 遇到现实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顺便检视一下 我们的梦想可以在哪些部分稍作调整 好 另外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财务方面 好 要提醒你们如果要投资一些 这个自己不太熟悉的产品的时候呢 好 千万要留意 因为这样子贸然投资 很可能会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损失 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呢 好像会一种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的感觉 比方说 好 身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双鱼座 很可能认为 我把先生照顾好 把小孩都照顾好 我就是一个好太太 是一个好妈妈 好 单身的双鱼座认为 我把工作做好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职员 但是去除掉这些职员 太太妈妈的角色 我到底是谁 好 这会让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呢 有一些机会去对自己做一个 这个更深入的了解 当我不为其他人服务的时候 我到底是谁 我的价值在哪里 都可以有更深刻的体会 好 以上就是十二星座 在五月六号到二十二号的星座分析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 欢迎订阅